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腳步再放慢一些 我應該學會拒絕 當你忽然帶走了這一切 眼前的空氣也突然凝結 最後的了解 是什麼讓我哽咽 在你告別的雨夜 我也時常記得 那是一個無人的街 記憶忽然像潮水般將我泯滅 我該如何堅守這一份堅決 如果能再見 如果能再回到從前 再回到你不曾離開的那個瞬間 如果說再留戀 也不能破壞了世界 我該如何度過想你的季節 我該如何走過沒有你的夜 今天你還好嗎 詞茂現在挺乖的 在家裡很聽話 她她昨天還得了一百分呢 還有她現在都已經不偏食了 開始吃吃豆芽菜了 七點 你也要二十吃飯 記著啊 安心身體 聽話 今天你怎麼不說話呀 還有我的禮物啊 今天不是母親節嗎 給你媽買禮物就行了 你說我一個大老頭子 給我買什麼禮物啊 那您就偷媽的福了 媽母親節快樂送你的 還有禮物啊 看看 這款式真漂亮 有女兒就是個福氣 謝謝了 爸你也有 還有我的 這是什麼 親眼 好 喜歡嗎 喜歡喜歡 我也喜歡 你來這裡幹嗎 這裡不歡迎你 請你離開 嘉玲 好 設計部拿過來的草案 馬上去打樣本 這次董事長會親自監督 所以要各位盯緊一下 我知道啊 今兒您到這兒來呢 是因為喬植她沒有放棄 但是我們不會再把女兒送回您家 請家母啊 對不起了 請您回去好好地說服喬植 是啊 既然兩個孩子緣分已經盡了 我們做父母的 也只能尊重他們的意見 照你們這麼說 離婚的過錯在我們喬植了 我不想代替這件事了 您還是請回吧 都說 各不種天生是王李拐的 但是我以為 如果做父母的 這麼貪呼自己的孩子的話 那孩子怎麼可能教育得好呢 我請你說話放尊重一點好不好 嗯 仔細看一看吧 你們的寶貝女兒 是如何做別人的二媳婦的 現在該明白了吧 真正有外遇的 不是我們喬植 而是你們的寶貝女兒 佳麗 怎麼回事 你問什麼呀 咱們的女兒什麼樣 你還不了解嗎 我現在才知道 你是個無視找視的人 難道平時 你就是這麼欺負我的女兒嗎 哼 現在我算明白了 我兒媳婦是非不分是隨了誰了 我覺得你們做父母的 有必要知道事實 所以我今天來專門通知一事 告辭 這幾年你就是這麼過日子的嗎 為了隨便調查 不當人敢 為什麼不早點回家 受這種磨蹈氣 讓開 站住 你讓開 別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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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手 給你拼了 看了 媽 看了 楊慧 把她帶走 張總 走開 把她帶走 快 你看她怎麼欺負 別跟她們一般見識 我付出了那麼多努力 以為可以擺脫過去的陰影 可是這一刻 好像命運 跟我開了一個最惡毒的玩笑 你真夠可以的 媽媽在外面那麼受人侮辱你 居然還幫著別人說話 我不是跟您說過 這些事我會處理嗎 你知道 就因為那個女人 媽媽連事業都受到影響 你想過沒有 萬一她把離婚的責任 推到你的頭上 這個面子咱們丟得起嗎 媽 你給我聽著 從今天開始 我絕不會放手 再讓你處理這種事情 因為你最近的表現 實在是不像我的兒子 今天他們家的所作所被 你看見了吧 如果繼續這樣 丟面的就是我瞞 所以 所以現在當務之急 必須利用陸陽和嘉玲的關係 製造輿論 你要是敢跟記者說一句話 我立刻公開說我動了手術 還有 嘉玲在這個家的時候 你是怎麼對待她的 我會一無一時地都說出來 那個女人給你吃了什麼迷魂藥 媽你知道這個家 在我記憶裡是什麼樣子嗎 是 屋子又黑又大 連一個人都沒有 你老是不在家 保母罵我打我 我好不容易等你回家 你卻直接進房間 連問都不問我一聲 在我的腦海裡 家是一個非常可怕的地方 喬治 可是 嘉玲她改變了這一切 她讓我感受到家是 是可以很溫暖的 可以有笑聲 有熱騰騰的晚餐 我再怎麼累 我只要一想到能提早回家 那我就感受到了安慰 但是 你卻把一切都給毀了 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是因為有 有異性 有孩子 所以家裡 才有孝順 是 但是現在 她不能生育了 所以 你為什麼到現在 還要自欺欺人 在嘉玲不能懷孕之前 是我自己放棄的 而她 我每天瞞著她 她每天責怪自己 那不是你的責任 你也是無辜的 好 我照你的意思去做 我會離婚 Labi 你不是我我 你為甚麼 你為甚麼 你為何悶 我愛你為何悶 我為何悶 你在你為何悶 你為何悶 我為何悶 你為何悶 我為何悶 我為何悶 就会好起来 睡了吗 还没 明天见面吧 我有个礼物要送给你 你会喜欢的 好啊 我来一下 这么多一个 我会想起来 我来一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好意思啊 我一直没有回你信息 有些事需要处理 以后再跟你联系 你给我站住 你到底是什么人 你居然让我看起来 让我女人受她这种污蔑 爸 不是她的错 如果不是她 我就离不开那个家了 佳玲 你不会真的 她是我的恩人 她一直鼓励我 她是我的朋友 那你们之间 真的没有别的关系 伯父 她只是我烘焙班的老师 我们真的只是朋友 我爸他就是这样子 臭脾气大王 年轻的时候 脾气更大 真是奇怪 我们明明什么都没做 为什么大家都要怀疑啊 因为 我们并不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关系啊 她们又不是我 她们又不是我 她们怎么知道我的心意呢 真是搞不懂 我和乔植 已经签署离婚了 所以我们以后 就不要再见面了 我不是怕外面议论 也不是害怕 害怕别的什么 现在的我 不想再依靠别人 我只想靠我自己努力 重新站起来活着 那如果 我不想让你离开我的视线呢 我不想让你离开我的视线呢 我 Consort mä 不想让你回头 你饿我 也不觉得是 紫ili来 晴天 天气逐渐变热了 你有没有不舒服啊 过得还好吗 现在厨房也差不多 稳定下来了 所以你也不用太担心 上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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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菜了 干吗回事 你姑姑偷偷参加了一个 什么模特儿预选 现在天天跟鬼迷心窍一样 珈乐的消息 你肯定也不想听 我就不说了 周琳娜 什么事啊 一笔给我洗一下 记得用手洗啊 快 快 万家乐 万家乐 把孩子给 还有这些 寺庙这孩子又长高了一公分 那丫头还真是像你 一点也不用我们操心 把自己照顾得好好的 对了 寺庙上周在英语演奖上 得了第一名 我帮她把奖状 像在相框里了 她说要等着给妈妈看呢 对了 佳玲也很勇敢 她已经开始新生活了 脸上的笑容也多起来了 我黄子 我黄子 对了 我黄子 你来 我黄子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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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买了你最爱吃的 吉利人家蛋糕 喜欢吧 是不是又要给我加一个药品啊 怎么啊 小小年纪这么多愁善感 交女朋友了 还是被甩了 你怎么一天到晚没个正经呢 怪不得嘉玲阿姨不想搭理你 肯定是嫌你太幼稚 你真是让我操碎了心 把你手机借我用一下 你要手机干吗 查查最近有什么新片 天天待在这儿好无聊啊 拿去 这段日子还好吗 阿哲的身体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 但最近不知道为什么 突然变得食欲不振 连肉送蛋糕都不吃了 特来向你求助 我很好 也确实很久没见到这个小鬼了 交给我吧 我们到家喽 我儿子真帅 把我帮你弄床铺 睡一觉 我有个聚会要出去一趟 晚餐由你来准备 全家人的吗 不可以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 只是 我怕我做得不符合家里人的胃口 而且私家还需要人照顾呢 是吧 阿姨 只要你能够接受我 家里的生活起居 就由我来负责 而且 我要比晴天强十倍二十倍的好 这话是你说的吗 我可以的 您放心 您慢慢地走 我告诉你 晴天在家里这么多年 不但抄模完成店里的所有工作 家里的大小事物 她也安排得漂漂亮亮的 你既然夸下了海口 是时候展现你的实力了 今天晚上我会回来得晚一些 家里的一切都交给你 好 对了 我喜欢吃红烧鲤鱼 还有蒸饺 好 您放心啊 玩得开心啊 怎么办呀 怎么办 你这么帅真热情 让我的心情一下就好了起来 我是个不喜欢拐弯抹角的人 做什么都是 所以我觉得相互之间 还是坦诚一点比较好 那当然了 我想问一下 如果我们结婚的话 我们可以出去住吗 我想住在娘家附近 你也知道我是独生女 怕父母会觉得孤单 你真是一个太难得的 孝顺的女孩了 这个事情 要不等以后咱们慢慢商量 你看如何呢 不觉得闷吗 不觉得闷吗 要不要出去走走 您母亲 应该也挺忙的 我们要不要出去散散步 还真是真是 我今天还真有一个很重要的会 我差点忘了 你们俩慢慢聊啊 乔直 这附近还真有一个很好的展览 知道了 您去吧 那我就先走了 宋乔直 你说你是大孝子吗 还是骂宝南啊 不过我对你定应一下还不错 只是离过婚这个问题 有点麻烦 不管了 我们之间的第一步 先从离开这个闷得要死的地方开始 走吧 宝贝 为了能和你在一起 妈妈做了很多很多坏事 现在的一切 也许就是对我的惩罚吧 您申请的工作培训调令 上面已经通过了 不出意外的话 这个月评估一出来 应该就能批准了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这个月的业绩 是我的收官之座了 让我们一起画一个完美的句号 让我们一起画一个完美的句号 我看好你哦 董事长夫人 您怎么来了 万佳妮 今天我们有必要好好地谈一谈啊 坐 坐 坐 您找我 您找我 要谈什么呀 这段时间 你在我儿子身上 该唠得得唠叨 人要懂得见好就收 我儿子身上 阿姨 怎么这么说我呢 我跟子明 我们是真心相爱的 难道 你还要我把话说明白吗 你的家庭条件 我早就调查得清清楚楚 就你 根本配不上我儿子 阿姨 你这种女人 我见得多了 不就是想 爬上枝头变凤凰 图的不就是几个钱吗 好啊 赶紧离开我儿子 随便开个价 子明 你妈妈她调查我 妈 是啊 不是 妈 她 家妮不是这种人 儿子 这些都是套路 套路怎么了 我就喜欢套路啊 我宁可被她讨一辈子 曼家妮 我的忍耐可是有限度的 我命令你 立刻离开公司 离开子明 不行 您不能拆开我们 事到如今我也不瞒您了 嘉妮怀了我的孩子 我们结婚 孩子 什么时候的事 三个月了 您看上班吧 我会调查清楚的 子明 给我走 不走 李子明你疯了 哎 喂 你没看到我妈的表情吗 就你 就你一瞪眼睛 不是 我告诉你啊 你怎么亲你妈 我管不着啊 你别带上我孩子 喂 你孩子不就是我孩子吗 这 以后呢 你孩子的奶粉钱 我全包了 咱俩说去家拍档嘛 来 给你饭 饭你个头啊 饭 好 机器人大战好几个 嘉妮阿姨 嘉妮阿姨 你怎么这么久都没来愈啊 我都快把你给忘了 有人说阿哲最近没有好好吃东西啊 大战了这么久 要不要吃点东西补充一样 医院的饭比既你做的 差太远了 我这叫游车入简囊 所以 你看我今天带了什么东西给你 噔噔 哇 闭语吧 要不要吃啊 来 多吃一点 吃啊 吃啊 经常不吃东西不行的 吃 吃啊 怎么不吃啊 怎么了 舍不得吃啊 下一次我煮更厉害 更好吃的给你 好不好 吃吧 好不好吃 拿到急诊患者手术的同意书了吗 还没 肩护人还在犹豫药药药做得多 是因为担心有视神经损伤的可能性吗 可能吧 那我亲自去找他谈一谈 帮我安排的事情 路易莎 阿哲那边有情况 我去看看 去了 又有情况 阿哲他怎么了 不知道 小乌龟总是有点自卑 因为他有个大贝壳 不但背得很重 而且样子很特别 好 好了 去忙吧 好 梁叔叔 快过来 这个便当好好吃啊 哦 时间不早了 我也要回去了 那你好好吃啊 多吃一点补充体力 嗯 那我每天都能吃到你做的便当吗 那个 算了 不难为你了 恢复得慢点就恢复得慢点吧 我还年轻 扛得住 那好吧 我每天得做便当给你好不好 太棒了 那我先走了啊 你慢慢吃补充体力 嗯 月亮叔叔 啊 你帮我送送你家里阿姨吧 哦 好啊 那 那 没关系 你忙你的 再见 拜拜 这个小鬼啊 真是要被你气死了 我好不容易假装食欲不整 把家里阿姨给骗过来 就是想给你一个机会 你居然这么不争气 害得我白白痒了这么一处 对不起啊对不起别管我啊 对不起 嗨 我ít Aber implant 我没关系技术ela 你是什么 clear 儿子 那由你打招了 也是实际上 都没出局儿啊 没出局儿 在带你个球 你呢 这下该怎么办呀 全都给弄砸了 大家晚上回来 又是没法饭吃 该怎么办 我怎么把这儿给忘了 干嘛非要自己动手做呢 点点外卖 完美 点点一亮 你什么时候来的呀 怎么也不吹声啊 我渴死了 给我摘杯橙汁吧 我今天很忙的 要不我给你钱 你自己去小麦部买杯橙汁 好不 果然坚持不下去了 不是说有求病吗 还说像妈妈一样吗 今天刚好没有橙汁了 要不换别的 我只想喝橙汁 没有话 就算了 我要走了 小家伙 我审 自从宋总和万嘉玲离婚后 她一直非常颓废 最近我发现她的精神很不好 而且一直在偷偷服药 什么 乔治她怎么这么懦弱呢 就为了那么一个女人 张总 你有所不知 对于宋总来说 是万嘉玲给了她一个 真正意义上的家 住嘴 我告诉你啊 你给我听着 只有我张一迪 才能给我们乔治一个 最温暖的家 好 喂 阿姨 姑姑 你们回来了 有没有看见我有什么不一样呀 我就说呢 今天姑姑怎么这么不一样 原来是做了新发型啊 真好看 阿姨 你怎么没一起弄一个呀 大嫂 你看要听我的吧 结果弄了半年跟没弄 有什么区别吗 家伙都做完了吗 就剩下这些花没交了 晚饭也准备好了吗 阿姨 你放心吧 一切都准备好了 饭菜已经摆到桌子上了 保证大家吃了满意 来 这么丰盛啊 行啊 李娜 有两下子啊 这一桌菜 都是你做的吗 我已经很努力了 虽然我今天忙了整整一天呢 不过 有些菜我也不太会 我是一边在网上查着资料 一边跟着学的 阿姨 您看看 还有没有什么不足的地方 可能我再改进 你说 这一桌的菜 是你做的 叔叔 如果时间能停止 我就会一直陪在你身边 我们的生活还是要继续的 就像时间一样 它永远都在向前 所以从现在开始 你拥有了一个全新的时间 只属于万嘉玲的时间 按照电臣的寿命 他应该走了九十天左右 所以现在的你 终于喜欢我了吗 要一首歌 他们唱的就是爱情吧 有一个人 他在写你上了歌 离婚以后 你就没有睡过一个好觉 不只是这些 你不生气不笑 也不表达自己的想法 就像一个活死人一样 我很好 既然是这样 你为什么要离婚 不如一直挽留到最后啊 表白你的想法 祈求恳求哀求 一直赖着他呀 宋先生 今天是春游 不是长途旅行啊 你不是说春游 一定要吃零食吗 全都是 对啊 陆阳这个人 你可能 还有不了解的地方吗 他是让我 重新找回自己的人 你爱他吗 有没有人 值得你用真心换真情 当我们一见一个人 他有双头的眼睛 有命的眼睛 像远处的灯塔 指引我继承 他有什么人 是